被誉为大马优质偶像的陈仁峰 以现场展现用键盘自弹自唱的音乐才华 今天呢我选唱邱大哥的《你的名字太美丽》 这首歌呢是当年非常红的一首歌 当我在听到这首歌 哎 我觉得很有感觉 所以我就把它编录了 加多一些节奏蓝调跟爵士的音乐在里面 娱乐红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Quincy陈仁峰 堪称大马板优质偶像的心境歌手陈仁峰 不仅能歌善舞 均有此普遍的才华 同时也懂得弹奏多种乐器 更在首张EP中参与录音制作 前途备受看好 完全没有讲过会进入这一行 因为其实在一个很巧妙的情况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我参加了一场新秀选拔赛 然后就脱颖而出 然后才那个时候就发觉 自己在音乐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就往这条路去走了 港在今年雨写奖半年截止日期前 推出首张专辑的成人分谈年 最希望能得到创作奖项的肯定 同时也希望大家看到他在音乐上的成长 其实在开案这张EP之前呢 公司已经有计划把我推出海外 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全套的计划 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对我的唱片公司也非常有信心 因为在这个5月8号呢 我就过去北京拍幸福意外的MV 然后呢在6月尾呢 我就会到北京做两个月的宣传 因为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的个人专辑呢将会在今年年底出发 会在台湾中国麦西亚联合三地制作的 发布会上形象健康亮眼的成人风 也展现进歌乐舞的舞台魅力 除了演唱专辑里头的歌曲 也自弹自唱偶像如王力宏 周杰伦及陶哲的歌曲 令人刮目相看 其实也没有刻意的去穿这个金色 其实公司呢是希望跟造型是说 要有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然后带有质感的一个创作新声音 然后造型师呢就有了这个想法 就是这个青色的以青绿色为主 就是有很大自然的这个感觉 请大家多多支持 陈仁峰1B2006年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张专辑 谢谢